人与上世纪的德法是复古风,通过时间的演变成就了当代女性新型穿衣风格,用曾经被丢弃的潮流才通过新时尚的交织,一种独特又优雅的复古主义时尚应运而生。 与其说喜欢复古优雅风的女士是精致女人中的典范,倒不如说那是一种高于生活之外的态度,不是盲目的跟随潮流的脚步前行,而是会举一百三的搭配,让人对喜欢这类穿搭的人心生机位,不畏惧时光老去,从容面对生活的优雅气质。 这样的女人才是精致灵魂中最美的那一类人,用时尚的复古元素,加上经典不帅霸的牛腿组合而成天天的复古简约风,穿上身很舒适完全体会不到的灵束缚,不管是应对简灵还是亲属女人的风格,都能完美的驾驭出优雅的气质出来,让人深深的喜爱,知性优雅的点缘连衣时,扩行自然柔美的风格。 好像走路都带风的感觉,简约的收腰版型,不管是腰肠团圆的你,都能轻松驾驭起来的风格,让你慵懒十足的随性,显得更加雅致和温柔感,好像天生就有的优雅感。 在复古风的交织中早已经在路头角,温柔又有光泽的连衣裙,在复古驾驶优雅中,显得温柔和大方,满是一格,让你好似拥有宫廷复古风的清修风。 简约却不简单,不管是你凸显小马腰,还是呈现优雅的温柔气质,都能让你满满的沉醉在优雅风复古风里。 乔文衬衫衣裙在我们日常穿衣风格中都占有很大的比例美,看这样的乔文连衣裙,能够带来视觉上的膨胀感,让人显得年轻又有优雅的气质,它会融混出复古的优雅气质。 在收腰的版型上,在微微,带着收腰的褶皱感,设计感十足又能充分体现精致感,喜欢掀起飘飘的连衣裙,即使在优雅复古法式风面前也是出心不甘,简约又简单,但却是美丽的变现过程。 它随性轻舌感表露于其中,是一个女人的蜕变历史,显得温柔和大方,好像天生就有魔力一般,让女人对它深深的热爱,有着几分摩登风范的复古风,折射出满分的概念和知性气质逼格,让人穿出高级女人的美丽,不失去温柔的女人美,不失去高冷欲解的冷艳,让本来微微单调的简约风,充满了复古浪漫的色彩。 这世间只有懒女人,没有丑女人,让我们乘着复古的优雅气质和美丽同好吧,不知道宝宝们喜欢这样的搭配吗? 假如有那么一点点喜欢,那咱们比心好不好啊。